这就是执行的,我是不相信的嘛 然后有一个网友是谁啊 就是从网上看到的,还有广播呀 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嘛 他就往我家门口放了一束花 放了一个小卡片上面写着 然后家一路做好 那我当时一看我非常生气的 我说还没有结果呢 怎么就这么说呢 我也不理解啊 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说话呢 我出来还没有说话 那事实真相还没有说呢 怎么会是这样呢 不可能的 所以我还不相信呢 然后过了好几天呢 他们就说嘛 说这是事实了 我下进来吧 这些人太卑鄙了 真的 现在我知道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不可思议 怎么一个母亲啊 你还没有说话 在儿子需要你的时候 你给关起来 还没有说话呢 可以 然后你背着母亲就执行我们 对 我这样 好 嗯 给你 嗯 嗯 嗯 我说你没有你这样的 这个 你没有权利来阻拦我 还有 那你让他拿出来 那个啊 这个目的不许照相 你依法行政啊 你把东西拿出来 你把那个政策啊 什么文件啊 拿出来啊 你给我看 另外还有 你总不能说 规定我一个人不许照 哎 大家都不许照 这里的以后行 你说 你说不许照行 我明天没事了 我从明天在一起 我天天坐在这里 哎 我看没人照相 我看你怎么了 哎 要别人你照了 我一看了就 还得把这照片搁到第二 第二个 第二条微博上 第一条微博呢 我就想 改黑一下 我就打开去以后 马上一分钟我就 就删除重新修改一下 但是就 马上就有了 一会就有人就转了 所以你上帝 那一秒钟 就快点 就有人知道了 嗯 我下次上网去那个 你那个微博是哪一个网 那个 新浪 新浪 嗯 我那个名字就是 佳佳母亲 嗯 佳佳母亲 不知道 后来他就说 他说那意思就是说 啊你这怎么这么多省了 怎么都没支持你啊 我说这么多省了 这么多省你没有认真省脸啊 草率总过啥啊 你给我驳回了 不成一个理由 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条 很多这个这个就是 嗯 没打过官司的人他想不到 打过官司的人呢 可能也有时候就是 法官那些卑鄙的做法 你有时候不太了解 就是 我当年交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果关系的证明 当时他已经销毁了 销毁以后他不让你知道 他也不让你看 为什么后来我发现了 就是2003年的时候 2003年的时候 国家颁布了一个就是一个文件吧 美心三可以去本案 这个法院去看自己的军中 对 然后我听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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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以后马上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因为我这个 当年打这个官司被告的时候 二审呢 法庭上还什么都没有 法官就给他胡说 二审法庭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在哪儿还要瞎编呢 然后呢 就 就定了我一个就是 胡欧的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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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案定性胡欧了 我说不可能 我经营业工作这么多年 可能互欧去吗 嗯 你被告我也没打他 他全天上这班 怎么会有 单据呀 不可能 你也让我瞧一瞧 你你这个 属于法律程序吗 根本就没有 为什么很多人他 我现在就可以说法官是骗子呀 因为你经历了你知道 他说王子梅你先签个字 你不是想看罪告那个单据吗 你签文字以后不让你看 我说我十二年前我不懂法 我根本就不知道打官司是怎么回事 非常相信法官 非常相信法律 然后法官的话你不相信 你还相信谁呀 可不是他让我签我就签了吗 结果我签完以后 凡是你们都有体会 他能让你看吗 就等于骗你签完字以后 就不让你看了 从那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我肯定是不服 我上班经历这么多年了 你给我定性户 这算怎么回事 上班违法劳动剂的 我说我一定得看 签了字能让你看 所以打过官司人都明白了 你从此看不到 但是国家给我的权利我不能不行使 我必须得走我这个法律程序 一级一级的往上走 等于北京的这个法律程序全走完了 也没看到这东西 2013年8月份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文件以后 马上去看见了 这个时候我才看到卷宗以后 全都是假的 把我最重要的因果关系证明也销毁了 把所有对我有利的全删除了 他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这个案子 比如他不想向着你 他把卷宗里所有对你不利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你 就是说不知道打官司以后 你想不到他这么做 你为什么申诉这么多次以后 一个是他没有认真审理 另外一个 你看了卷宗以后对你非常不利 怎么审呢 因果关系证明都给你销毁了 上面怎么能公正呢 所以呢 他把你证据销毁以后 他还强调什么上面没支持你 还有那个法官创改诉求 他那个判最后的那个依据咱们国家 法律哪一条哪一款什么什么 然后我去对一下 他根本呢 我是起诉我们那个省政府 是违法行政 他把我的诉求是改成是 起诉被告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的 把我的诉求都创改了 另外还有我不是到最高法院 我程序走到最高法院了吗 然后最高法院还作假 谈话给了我一张 最高法院不受你的那个单子 就是行政庭不受你的单子 我拿到那个单子到最高法院 东郊明夏27号去查我的卷宗 调我卷宗看 门口的那个 门口坐到那里问我哪里来的 我理直气壮的说哪里来的 这是我照的吗 哪里来的我再问你了 哪里来的我都把它录下来了 哪里来的我说我告你 是你们最高法院给的 他看我这样理直气壮的 而且我一讲他不说了 他说我告你这是假的 没有根本就没有 最高法院解答他什么 他做假 你说中国还有法 有法吗 老百姓还像朝圣一样的 真的很浅浅的 造什么最高法院 造什么人 全国人的 拉卡啊白拉 真的我现在 中央制度最高了 一排就是一夜 天天十点 晚上十点排队 我现在十年 陪你 现在就是走到民主程序 就是走在大街下 拿了个小凳子 他这个 上海 他现在呢 然后第四次嘛 他就是在网上以后 把这个消息说出去以后 很多网民就在关注这件事情 然后呢 第四次他回去了 回去以后现在可能是 不许说啊 不许再发表一些什么评论呢 都不许说 然后呢 还不许在上海在这 现在让他回新疆了 哦 因为他在 他是在上海是律师嘛 像古代的到西维利亚留饭一样 不是吧 有点有这个味道 就是关金阳家案的 他上海当本地人了 他不是本地人 他是新疆人 新疆人回新疆了 反正就不给你发生 那里是四五所 结果就是现在不让他在这了 是回新疆了 让你从人民的事实也都消失 就那么可以是 最惯常就是 所以说 全国的 其实是各行各业的人 是有正义感的人是 也有的 但是最终有正义感的人 左右不了这个事 没办法左右 不是走不走不右 但是也是说 人多就能走出一条道 我还是相信 但是最终 包括政府官员也好 政府的法官也好 政府的警察也好 他也知道 为什么导致会发生这个事 根本的原因他很清楚的 他们很清楚的 对不对 责任制在他们这里 对不对 不是杨阳本身的 对不对 是他们所作所为的 绕成的这事情 对啊 会自己在变回 嗯 超可以承论啊 应该说是犯法是他们 老百姓好多事情都是他们逼的 就包括你我 大家走上这条路 不都是逼的吗 不逼的人到这里来吗 背着泥香的到这里千里条条 其实我们现在是逼上梁山 跟以前的梁山已经差半步路了 没梁山啊 现在什么山头都产平啊 现在有下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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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其实家都温暖了 人人都知道 怎么家 对我们来这个没办法 对 你以前宋侨的时候 有没有那个 他的 中央那个脚伸到基层那里 去到居尾馈啊 没有啊 现在都 你还有山头啊 没有了 我跟你说 你跑地山铁都把你 哇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现在 反正我只知道 你想立一个 立最低就没有 根据低 还有山头啊 你以为还有 南山坡那么好的地方 给你去呆啊 什么 五个人走到一起 就算窜房了 还能给你拉一个山头 我跟你说 那个南山坡 这个井干山 只能从每个角落那里冒出来 上海还有一个松江 啊 上海还有一个松江 那是用来跳的 那不就哭 松江 那还有什么用啊 嗯 是不是 在庞普山上 我就看见那个去门口 就有一个女的 就抱着她的什么上片 就哭 哭子啊 不是哭 反正就唱那个 呃 九一八 松花江 嗯 就去纪委热一趟 可以啊 抱着个像 祝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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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祝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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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